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想很想你里男女主角的都以配音为爱好 男主角莫清诚 网名枪倾慈 主业是医生 副业是配音演员 女主角顾生 网名生生曼 是大肆已经保研的学生 也是刚刚参与配音工作的新人 在很想很想你的第一集前十分钟里 就介绍了顾生对男主角的喜欢 是他的忠实粉丝 相应的 剧中也明明白白地讲出了莫清诚对于女主角的在意 听到生生曼的名字 他会在意 知道生生曼到了直播间 他会选择继续多聊几句 两个人对彼此都是有意的 而且在期待着和对方的见面 这样不知道身份时的拉扯 已经让观众感觉到了甜意 恨不得尖叫起来 而很想很想你虽然是一部偶像小甜剧 但是剧情却十分有魔戒 因为男女主角在见面之前就对彼此留有印象 这样的感情基础让后续的剧情都变得合理了 因为喜欢生生曼 所以男主角会主动就进入他的语音聊天室 听到了关于猪肚顿鸡的故事 因此两个人下一步在猪肚顿鸡的餐厅相遇就变得顺利成章了起来 不过 由于并没有见过面 所以两个人对面不识 没有狗屑的剧情加入 反而让剧情沾实了一些 但是 也正是这样擦肩而过的剧情 一直牢牢握着观众的心脏 期待着他们会有火花 后来两组人在公交车站的相遇 因为男主角是医生 不喝酒 没开车而变得合理 关于顾生在自家超市遇到男主角的剧情 剧中也做了相应的解释 墨青城的医院就在超市的对面 所以相遇也变得理所当然 虽然两个角色并没有遇见几次 一直在不停地擦肩而过 但是 剧中的错过是合理的错过 并没有出现像叶凡和齐飞那样的强行错过 后续两个主角的动线重合 更多的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 加上周围小伙伴的助攻 因为男主角并没有谈过恋爱 所以周围朋友对他第一次关注一个女生非常惊讶 也对生生慢十分好奇 推动了剧情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从目前的剧情来看 很想很想你就是一部单纯又有逻辑的小甜剧 而且男主角墨青城十分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心意 让两个人的感情更加顺利 除此之外 很想很想你剧组还有一些小心思 也给了观众惊喜 由于剧情的设定 男主角的声音非常动听 让女主角一听命重 所以 在女主角听到心动男生的声音的时候 剧情会自动给女主角配上梦幻的背景 这样的做法确实合符合女生幻想的小心思 当男主角出现在他的幻想中的时候 更是如同天上角角月 虽然高不可攀 但是却深埋在心底 在很想很想你里 美食算是剧中的一个主打项目了 观众甚至感觉自己在看舌尖上的中国 美食的部分经常出现 观众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 有观众认为温暖治愈的小甜剧 K上滋滋作响的美食 确实被诱惑到了 也有观众认为 经常出现这样不相干的画面有些尴尬 影响剧情的连贯性 莫宝非宝作品改编 收拾保障 很想很想你是根据莫宝非宝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在现在这样小说频频影视化的时代 莫宝非宝有很多改编成功的影视作品 2019年播出的亲爱的 热爱的 一举让李线爆火 就是莫宝非宝的作品 2021年的周生如故和一生一世 也是根据莫宝非宝的小说改编 让人家轮和白露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这一次的很想很想你 虽然剧情上属于比较平淡甜蜜的类型 但是剧情人设都十分正常的剧 就足够观众上头了 女主角顾生 自己是大肆的学生 兴趣爱好广泛 喜欢配音 会琵琶和笛子 十分多彩多艺 而且还家庭幸福美满 有五个哥哥疼爱 做食团宠地位 男主角莫青城 虽然从没谈过恋爱 但是勾引人的手段很有一套 像个开屏的孔雀一样 一直在女主面前展示自己 知道女主角喜欢自己的声音之后 她就一直和女主角语音沟通 借机聊播 这样门骚又主动的男主角人设 观众真的非常喜欢 而且两人的感情线十分自然 观众的视角几乎是跟着剧情 看到了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变化 从一开始的互相暗恋到后来 暧昧期间的互聊 以及未来水到渠成的在一起 很想很想你在认认真真的 讲述爱情的故事 从产生到酝酿到发酵 不过很想很想你也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 配音原设遭差评 由于剧中的主要角色都是配音演员 所以剧情就会涉及到配音工作 男主剧作为配音圈十分厉害的王牌 也是实力强劲 剧中展现枪倾斥实力的配音 是男主角谈剑刺自己亲自配音的 但是他的配音却遭遇了一些差评 很多观众认为刻意的气泡 一有些油腻 拿枪拿掉 还有观众认为 男主角莫青城是外科医生 按照医生的工作强度 他应该没时间去配音 另外 女主角在剧中得到一些工作机会和粉丝 是在认识男主角之后得到的 观众认为这样的剧情 显得女主角太过依赖男主角 有些娇妻文学 女主角周也的演技 也受到了一些观众的批评 认为她只会瞪眼 表现人物不够饱满 很想很想你播出之后 在腾讯视频拿到了9.5分的评价 总体上来说 是一部侠不掩余的小甜剧 值得下饭 谭剑刺在今年暑期 当因为长相思而人气暴涨 周也今年的未有暗 相来也热度不错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两人合作得很想很想 你就十分受期待 更别提还有莫保非保的金字招牌在 所以拿下这样的热度并不奇怪 其实 现代偶像剧一直也是观众 喜欢所热爱的类型剧 侯文元天生自恋男舍弃 绝美周正幽默有安全感 衣架子斗得住任何造型 男主的人设应当是百花齐放的 可在言情剧里 宽肩腰细腿长的身材 脾气与温润并存的性格 往往对观众的杀伤力是最大的 前些年八道总裁剧那么火 靠的不就是男角色身上的苏感吗 率而自知 侯文元在当初面试风神时 还想着演杨俭来着 结果导演一看到他臭屁精致的样子 立马安排他去演自恋歌重映镖了 此次扮演周正 一个网名是绝美的男子 辽伯人与无形之间 为一男大气质 毛衣成熟男人 183的大个子 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 简直是服装师的首选 自恋却不自负 幽默且是毒舌 这么清心不做作的男二号能被喜欢 也是不意外的 不愧是风神选出来的人 在这个冬天 同时段内的线偶剧都不如 很想很想你的热度高 那么你看很想很想你吗 还会继续追剧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